歡迎收看 伊斯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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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兩位帥哥的來賓 歡迎 楊祺鈺帥哥 伊斯好拉 對 我最近主演一部音樂劇 叫做我在詐騙公司上班 他是從一個人氣漫畫 網路的漫畫改編而成的 那這個裡面呢 我們在3月18、19 在台中歌劇院 然後3月25、26 在高雄大東藝術中心 是 對 我只想知道那個女主角是誰 這個女主角 她叫做小P 我們裡面的內容還滿豐富的 就是講一些職場 詐騙公司的故事 去年我們有演過一次 那基本上大家 我們的回饋都還不錯 所以你是又唱又演嗎 又唱又演又跳 對 好有才華 歡迎大家好好來過 去看看蕭韻 一個什麼 我在詐騙公司上班 好不好 好 好啦 那麼 我們今天要進入主題了 乃哥 我們來玩一個 那個快問快答的遊戲 真的嗎 請用三個形容詞形容嚴厲題 開始 美麗大方 四個字了 你很美 你脾氣壞 優點 優點 皮膚好 腿很細 腿很長 你這真的是快問慢答耶 不是 對 你要教我講你優點不多 好啦 好啦 等一下你自己主持 怎麼樣 沒有啦 有關係嗎 因為這個答案通常就是 在於你看到一個人的 刻板印象 就這樣等於講我脾氣不好 我跟你講換你問我 對不對 我可以講38個 他就是一個刻板印象 是 就像觀眾朋友都覺得 我是在壓榨我老公 其實我在家根本就不敢行扣 就是這樣 好嗎 不是 你是老公是天 他說的話就是他說的算 大家都誤會很深 不要用這種刻板印象去判定一個人 好不好 但有時候疾病也是一樣 有些錯誤認知 是 就像你拉肚子媽媽就會說 你看 因為你吃壞東西 愛吃手吧 可是說不知 可能是因為別的原因 這灌輸的那種觀念 對對不對 是 好 我們就來看看 有哪些錯誤的 刻板印象 這些都是憂鬱的錯誤標籤 想太多 對 抗壓性不夠 不知足 很愛哭 對 這些就是覺得說 會有人一看到這樣子 結果說他是憂鬱的 他很憂鬱 感覺嗎 他搞不好有憂鬱症 其實我覺得不講話 悶悶不樂才是憂鬱 悶悶不樂 然後每天就這樣眼神患散 然後不講話 我才覺得那是憂鬱的 真的喔 還是那是中邪 也有可能 可是有一些 因為自己心裡不好 有 誰有 不開心 然後在那邊裝樂觀也不好 我那時候 剛團體解散 你就會覺得 哇 你 人生失去方向 我的未來怎麼辦 我以前都是 大家都是一個團體 一起表演一起賺錢 那現在我得靠我自己 你就會對未來有很多很多的 未知 未知性 然後不敢去想 不安全感 然後就會影響到我的睡眠 那你睡不好的時候 你的整個人狀態都不對 那你就會越想越多 然後那時候加上我的副業賠錢 所以就 每天睡不著 然後滿臉全部都痘痘 對 然後你也不想出門 所以就諮詢了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就告訴我說 現在我就專心做一件健康的事情 然後把所有的專注力 放在這上面去做 然後那時候我就選了 運動 對 然後我就 把自己身體練起來之後 身體也好 皮膚也好 然後心情也比較好一點 他講他說 你說什麼唱片 團體解散了 有什麼法人不好 我從初唱片賣得不好 對不對 演戲一部 一部收視率比一部 七五三三九六 那個電視做主持節目 我做了可能有上百個 不然就停了七八十個上百個了 還有副業 還有副業 我們狀況不一樣 我們狀況不一樣 我們優越生都幾百次了 要你這樣乃哥找跳樓了 乃哥看壓性高 因為你現在已經經歷很多 他是很年輕的時候發揮 我講意思說 藝人不管你當主持人 開開庭庭正常 戲收視率收視不好 開庭庭正常 唱片賣得好賣不好 有一次正常 對不對 很少人說一路很順遂的 所以小玉你現在房屋都很好了嗎 現在還不錯 有分店 現在有八家分店 對啊 厲害 又帥又會做生意多好 詠麟就沒工作了 對 我就失業了 失業了 對 其實這些錯誤標件 是大家常見的 那要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想太多不是呢 因為其實憂鬱症除了是 情緒的疾病 它還是一種記憶的疾病 因為它記憶出了錯誤 它想不起來快樂的事情 每個人都有抗壓性 就像憂鬱症的病人 也有抗壓性 那抗壓性就跟肌肉一樣 你常常使用 你不讓它休息 它就會沒有力氣 甚至筋卵 就沒有作用 所以憂鬱症的病人 是因為他不知道 怎麼讓自己有效的紓壓 那還有一個是 不知足 其實因為他們被負面情緒佔據了 所以他們就像一個 有漏洞的杯子 你旁人再怎麼安慰他 給他正面的鼓勵 他就是留不住 最後一個是 很愛哭 很愛哭 其實的確 就是剛得到憂鬱症的病人 特別是長後憂鬱症的太太 經常就是會看 無緣無故地哭 對 但是其實更嚴重的憂鬱症是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 什麼才是真正 常見的憂鬱症的症狀 四個不 第一個是 該睡覺睡不著覺 第三個有點極端 有的大部分人是吃不下飯 但也有一部分人是 狂吃猛吃 對 沒錯 然後如果前面三個 你都不去理他 不去就醫 就會演變成最後一個 我不下去 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上 有我沒有沒有差別 所以他就失去 回下去的理由 那這邊有個案例就是 他是一個40歲的 算是貴婦吧 因為老公很會賺錢 然後小孩又讀書又很聽話 那簡直就是人生勝利組 但是三年前他突然覺得說 早上送完小孩上學之後 回來就睡回龍覺 然後越睡越長 本來是睡到中午起來 那後來就經常睡到 小孩四點放學 他還睡過頭 對 然後就來不及煮晚餐 然後先生回來 就看到怎麼 滿桌子都是外送的 先生就會抱怨兩句 爆發點是有一天 他的閨蜜 好幾年沒有看到他 結果突然打電話說 我現在在你家樓下 上來看你 他說好啊好啊 結果閨蜜一打開門 看到他就覺得說 這怎麼像 都不像以前 就是那個美麗的樣子 就變成黃臉婆了 然後覺得說 每天就是忙家裡 就覺得生活很沒有意義 那閨蜜 就很像很多人 會安慰的模式一樣 就告訴他 你已經很好 你不用擔心經濟 然後老公又會賺錢 小孩又聽話 功課又好 都自優班 你要什麼不滿足的 聽到這句話 這個病人就更氣 這個病人就覺得 閨蜜不接受他的情緒 那後來轉折點是因為 有一天小孩跟他講說 媽媽 你知道你有幾年 沒去參加家長會了嗎 三年到四年 他才驚覺說 原來他已經把自己 封閉住那麼久了 對 然後他一照鏡子 覺得自己真的是 又老又醜又胖 所以他就大哭了一場之後 就決定要面對這個疾病 我聽完他的故事 我就覺得說其實他是 可能中間有一些誤解 他自己心裡面 先下一個標籤 就老公可能希望我待在家裡 果然老公就說 其實小孩慢慢大了 你也可以就是 慢慢做你有興趣的事情 聽到這句話 他好像就是那個 封印被解除了 然後我就鼓勵他 說你想想看 你念書的時候 對什麼有興趣 你就去報名 他是報名一個 早上的毛筆課程 從那個課程當中 就慢慢認識到很多的好朋友 然後每天都會在FB上發 我今天寫什麼字 練什麼字 大家就給他鼓勵 給他評語 就越來越開心 我大概快30歲知道 就是我人生是還滿焦慮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不是 因為一個事情的起因 去造成你憂鬱 而是你自己身體本身的 體質跟基因 我固定都有在看精神科 包括到現在 我都有在看精神科 是喔 因為就是我自己的血清素 很容易被我的身體吸收 所以當我的血清素 被身體吸收 你只能靠一些藥物補充 或是你去運動 或是曬太陽 或是吃一些補給品 當我會發現這個狀況是 因為我發現 我非常非常沒有耐心 同一件事情 我大概講第三次 我就會生氣 那你雖然有耐心 哪一個兩次就發 可是 可是你有時候 最親近的家人 可能從小到大 我覺得家人可以保護你 呵護你 可是你在外面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你的包容度 跟忍耐度 是沒有這麼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真的 我發現我自己 很嚴重的憂鬱的時候 是我第一段婚姻 就是發現前夫外遇 但是還沒有離婚的那一整年 你會一直去思考說 為什麼會把自己的婚姻 搞成這樣子的狀況 為什麼他會去外遇 為什麼 就是你有太多沒有辦法解釋的 為什麼 所以我那一段時間 大概從 47 48公斤 就是一路大概兩個月不到 瘦到39公斤 對 然後 我是每天起來 就是每天就是行屍走肉 就是你沒有辦法 連滑手機工作都沒有辦法 然後我每天起來就是眼淚 沒有任何情緒 眼淚就是一直掉 自然就掉 對 然後也睡不著 我唯一能喝跟吃的東西 只是只剩拿鐵咖啡 我想說有牛奶還好 可是因為你早上喝了拿鐵咖啡 你更睡不著 因為覺得體力不夠 所以才會這樣一直瘦 然後我就發現不行 我要去吃藥 對 我去看醫生 然後才發現就是蠻嚴重的憂鬱 然後那段時間 其實身邊再多的人去想要 想要說你好起來啊 你再出去下一段會更好 你完全聽不進去 對 所以我後來就是你逼自己 就是真的我覺得身邊一定要有 很支持你的家人跟朋友 再來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素 是你自己必須要懂得幫助你自己 所以我後來就有一次工作結束之後 就非常就是毅然毅然 就是把那個 我本來坐高鐵要回台北的票 直接改說我要去墾丁 我就一個人跑去墾丁 放空了三天 民宿老闆很怕我自殺 因為他看我就是突然間打電話去訂房 然後就是一個人 而且一個人跑去 對 他早上七八點就跑來敲我們說 小姐你還好嗎 你還在嗎 要不要吃早餐 壓力好大 你不知道 後來民宿老闆就跟他在一起了 PUS 真的是煙玉 對 所以我後來就是一直有在吃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一直在吃那個SSRI的藥 所以你常常會有那種念頭 因為你身邊的人不夠支持你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還要讓自己處在這個環境中 我為什麼連醫生也知道說 你沒有辦法去離開現在這樣子的環境的時候 你就只能改變你自己 所以我現在就是用藥物在克制我自己 讓我自己的血清素多一點 就是你必須要告訴我自己 就是正面能量 正面能量 可是你當你自己的正面能量不夠的時候 你真的我覺得還是建議 就是電視機前的大家 當你覺得你憂鬱的時候 還是去看醫生 我以前也不相信藥物可以幫助我 我後來發現就是藥物可以幫助我 就算你不能快樂 可是我覺得人生中就是平淡 就是你看所有事情是淡定的 是平淡的 你沒有什麼太大的情緒 你看什麼事情 其實一切就都會好很多 翠瑋已經是專家 專家了 他剛剛講的 我聽說都是專有名詞 他是這邊沒椅子 不然他就坐過 對 他剛剛講到一個關鍵詞 叫做SSRI 這是現在目前市面上 大多數的抗憂鬱劑的成分 其實血清素 它是會在血液中流動的 憂鬱劑的病人就是 他吸收這個血清素的速度 效率太高了 所以血液當中的血清素 分子濃度不夠 那這個藥其實是讓這個 受體的效率不要那麼好 讓那些血清素多一點 控制它對不對 對 那同樣方式 非藥物的方式 也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例如說像運動 或者是說跟 比較樂觀的人聊天 跟他們相處 說自己喜歡做的事 都可以達到 只是說這個藥物治療 跟非藥物治療 就像一個敲敲板 你一開始可能是 藥物治療的 這個比例比較大 等到你慢慢不想 依賴它的時候 你就非藥物的方式 就起來 這樣子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才會 達到一個平衡 我之前是有遇到一個 大概六十幾歲的大老闆 他本來身家是過益 而且他的個性是很樂觀開朗 他就會去辦社團 然後找朋友一起來 但是他在退休前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他很信任的客戶 給他倒帳一億 所以他經過這個打結以後 他就從本來就是 為出去跑社團的人 變成整天只會出戶 而且經常就是 吃不下睡不好 掉眼淚 然後會有很多負面的念頭 甚至會想要輕生 所以他太太才 帶他來看門診 那問起來的話 其實他太太就說 他們家剩下的錢 也還是夠他們過一個 舒適的退休生活 而且他們家的 家庭的支持也都很良好 那他也不曉得說 他先生以前 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所以遇到各種 大大小小的挫折 其實很快就可以站起來 為什麼這一次好像 就走不太出來 那因為他去評估下來 發現這個先生 已經是有符合 憂鬱症的診斷 也就是說他大腦裡面的 神經內分泌 其實已經是有失調的現象 所以如果是對這種人的話 我們再給他 一般人給他一些心靈激糖 或者是說 給他潑一些心靈硫酸 去刺激他 所以他要有抗壓性 這種的話 他可能都是聽不下去的 所以像如果說 有些人他是比較輕度的 比方說像奇遇這種 也許可以自己努力一下 一年以後慢慢就恢復 但是如果說 他是屬於重度憂鬱這種的話 沒有去治療 那他可能之後 會變嚴重 而且甚至會反覆的發生 所以像這個病人的話 他後來就是 先吃一段時間的藥物 然後另外也請他太太 幫他準備一些 像是抗氧化的食物 富含維生素C 維生素E 這種食物 那慢慢他的心情 還有他社交的活動 就恢復 像我們兩個那麼直的 好像很難憂鬱症 很難 我跟你講 很多事情 今天過了明天就忘了 真的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我也是說完就算了 對 像有時生氣 氣完就沒有了 有些人會氣一輩子 有些人會記住 會這樣 對不對 那種人好累 我想再看了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潑潑 就站在這裡 你不夠公公的手 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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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